你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上班了 那要是有呢 最近跟沈侯怎么样了 怎么会问这个 我俩 是出了点小问题 其实爱情这个东西 对啊 如果两个人要是真的不合适的话 也不用勉强 什么意思 我是怕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沈侯迟早有一天他会伤害你的 如果注定结局是这样 那还不如 长痛不如短痛 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心我 您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呢 也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 我和沈侯之间 就只是需要磨合 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 我觉得您不用过于担心我们 你要没什么事儿 我就先回去上班了 你要没什么事儿 我就先回去上班了 那要是有呢 有什么 原则性问题 是 如果真的有 我会和沈侯一起努力地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也用不着您来操心 请 请 沈先生 有人找您 找我 谁呀 等一下 过来坐 随便坐 这半个月 这半个月 你还好吗 你过的都是挺好的 对不起 我知道你送外卖是为了我 那天是我的错 是我说错话了 对不起 能让这事过去吗 我算了一下 我的工资 每个月除去 要换陈之远的钱 剩下的如果节约点 是够咱俩的日常开销了 你的工作 可以慢慢再涨 但是我不希望你再做这么辛苦的工作了 可以吗 对 沈浩 我需要你 不是因为你多能吃苦 多能赚钱 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非常开心 我非常快乐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误会了 那 那 那怎么样再进一步 你不是跟我说你想结婚吗 你是认真的吗 我其实已经把虎可本拿出来了 我只是一直没告诉你 他这么优秀 你又没工作 拿什么养活他呀 我肯定会找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一定会把您 还有萧萧照顾得好好的 你妈 就绝对不会再问别人这钱了 我 我可以 对不起萧萧 我不能跟你结婚 不是我不想 是你现在看看我 我现在这种 这样落魄的样子 我怎么跟你结婚 我拿什么跟你妈保证 我能给你幸福吗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可是我要 我是个男人 我要赚钱 我要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要让你不再开口 向别的男人借钱 我要正大光明地 把你带到我爸妈面前告诉他 我 可以养活你 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 一言这种想法 这种语气告诉我 你 可以什么都不要 所以你不想结婚 所以你不想结婚 我太想了 可是我现在不能 我明白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晓晓 对不起 你能不能 再多给我一起的时间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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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 把我接在一对 怀恶 不是 猴子 这肯定是个误会 这绝对是假的 这照片 小猴 你别再污蔑晓晓了 我对他什么都不会变 你别再费劲了 反不反 小小气 肯定是假的 他不是那样人 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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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